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日有网友筛出一段视频 郭德纲王慧夫妇罕见同框 老艺术家李树胜也惊喜现身酒局 画面中郭德纲王慧夫妇坐在画面左侧 夫妇俩一黑一白 还是以往那般简单又熟悉的装扮 只不过二人都没有直面镜头 而是齐齐紧盯着画面的右侧 顺着夫妇俩的视线望去 位居画面右侧的原来是老艺术家李树胜 李树胜正在向郭德纲王慧夫妇展示自己的歌喉 证明自己饱刀未老 王慧则充满敬意的看着老师 时而点头附和 时而露出笑容 李树胜是白派大古艺术的传人 今年已经79岁高龄了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是德云社的董事长王慧的老师 王慧当初学习经运大古的时候 就曾经得到过李树胜的指点 这一次德云社办古曲专场 少不了要邀请一些古曲名家 郭德纲夫妻找李树胜老前辈 就是希望通过老先生的关系 多请来一些古曲名家 在场的除了这三位 还有德云社弟子张云雷 他坐在另一边 伸长了脖子 听得也很认真 郭德纲夫妻宴请了古曲名家李树胜 而德云社那么多徒弟里面 郭德纲夫妻却只带了张云雷一个人陪同 这也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为什么德云社这么多人就带张云雷自己呢 郭德纲夫妻之所以只带张云雷 没有带别人 是因为德云社里除了张云雷 别人真的是听不懂大鼓了 整个德云社的演员里 只有张云雷是从小跟王慧学过大鼓 除此之外 一个能唱大鼓的演员都没有了 换句话说 不是郭德纲夫妻偏心 非要带张云雷自己来 是实在没有别的能带出来的人了 请李树胜这样的老前辈吃饭 可不是光会来事就行的 你得有这个鼓取水平 跟人家交流不能露怯 更不能一问三不知 值得一提的是 张云雷不仅是郭德纲早一批的徒弟 还是王慧的表弟 他从小就跟着郭德纲王慧夫妇 可以说是有两人看着长大的 此外 他也从小学习传统取义 长大后便自然而然的拜郭德纲为师 加入了德云社 尽管张云雷身上背负着一些争议 但郭德纲和王慧显然并没有放弃他 德云社上下几百个徒弟 竟然只有张云雷一个人会唱京韵大鼓 这也再次证明 鼓取艺术确实是衰落到了濒临失传的地步 想要振兴这样一门艺术 对郭德纲来说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可是郭德纲夫妇还是义无反顾做了 如果还有人怀疑郭德纲对曲艺的热爱 那么德云社的这个鼓取专场真是打了他们的脸